台中市贯川东区和太平区的金武路地下道9号即将封闭施工 配合水利局施做绿川引流工程 整个工期预估长达9个半月 对地方交通是造成不小影响 有议员就要求市府除了要尽力缩短施工期间之外 也应该要加强宣导替代道路的配套方案 像是通知民众改行驶石甲路和立行路等 来疏解周边车流 台中市金武路地下道是连接东区和太平区的重要道路 每逢上下班尖峰时段 平均车流量都超过1000车次 交通流量庞大 面对9号地下道填平工程在即 地方民态担忧将对当地交通造成不小影响 这是台中往太平 太平往台中的重要道路 我希望政府尽快把石甲路及立行路的配套 赶快配套措施赶快做好 金武路地下道填平工程复杂 除了水利局要先进场施作绿川引流工程之外 还包含拆除东光路桥的部分 预计施工期262天 铁工局表示 已经协调先行改善周边替代道路 像是拓宽石甲路等来疏解车流 面临强达9个半月的交通黑暗期 不但地方绷紧神经 交通局表示 已经要求工程单位装设施工宣导 改道告示牌共80面 也会加强宣导 不过施工期间难免不变 希望民众能够谅解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